既得不退转地 这个不退转也是经上说的很多 远正三不退 是你即刻就得到 深到西方基督学就统统地得到 对位看了这段文 在念了观一段时候 有的时候会怀疑的 这次既得 光要无论寿经上讲 下评下三要经过十二节才发开见佛 怎么就既得呢 这就是要优越矛盾了吗 下评终生要六节才能得到 怎么可以既得呢 你一定要明了 观景上讲的那个是凭你自己的能力 真的 升到西方基督学 你在那里慢慢修行 修到那么长的时间 你才能得到 这个地方说的说你立刻就得到 可见的不是你自己修行功夫达到这个功能 这是阿弥陀佛为神加持你得到的 你如果还要听不懂 我举个比例跟你说 你生在一个富贵家庭 你的爸爸 大富大贵 你虽然还没有成年 还没有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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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盆情 你居住的是豪华的洋房 出门开的是高级教权 神有大马能力 这是你的 在过个几年之后 你自己赚钱 也够这个 你还开始告诉 那是你自己的了 你明白了吗 我们到那个地方 是 既得的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 过十二节之后 那是自己的 自己的能力 那比如说小孩长大了 他自己有能力赚钱 有能力去享受了 当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的 阿弥陀佛加持在里 换句话说 送到那个地方 这个受用 他就得到 记得 所以两个经说的都没错 都是讲的 四十真相